当前版本独一荡打野 盲僧 5.0版本更新 盲僧的话是大招进行了平衡 基础伤害减少了100 但是新增了一个 附带敌方百分比最大生命值的伤害 就简单来说 削弱了盲僧前期的伤害 加强了后期 尤其是对坦克和战士的伤害 你可能会觉得 盲僧在下前期 没发一套秒脆皮了 但是版本更新之后 通过我玩盲僧 以及我遇到的盲僧 以前的盲僧前期杀脆皮 几乎不用穿他普攻 就WARQQ秒了 现在前期无非 多补个平A呗 但是后期可就逆天了 所以总结下来 盲僧5.0版本 依旧是加强 根本不是平衡 就现在野区比较脆的英雄 比如说寡服汤郎 也就是把盲僧大招 调成没有伤害 也不影响盲僧秒人 这盲僧最近也不出皮肤 这个英雄就不适合版本 非得在逆版本的情况下 想让盲僧胜率变高 这根本不现实 毕竟盲僧这个英雄 只有高分段的人才能玩得起来 真想让低分段玩家 也能玩盲僧 你还不如 把盲僧的容错提高一点 把他的技能加成 改成生命值加成 让盲僧出售 让他的伤害没有那么爆炸 也能让低分段玩家 用盲僧 获得一定的容错率 这样的话还能平衡一下 你要是盲僧 胜率低 你又加伤害 本来高手的意识操作就很猛 你再给他这么高的数值 这还怎么玩 尤其是组牌 这个版本组牌 没有人敢放盲僧 你给对面拿盲僧 只要对面那个人 脑子没问题 你们前15分钟 是必逆疯的 然后盲僧装卖的话 先做这个吸血鞋 如果对面中野 是同一种属性的 两个AD或者是两个AP 那你就做对应的 魔抗鞋或者是护甲鞋 然后三项 叶刃 大传甲和复活甲 复活甲掉了 就换这个血手 奉文就先攻 猛然强化 眼球或者是僵尸守卫 再带一个精明心的弹爆 就把前期的伤害拉满 虽然盲僧大招 这样改 前期伤害低了 但是并不影响前期秒人 以前溢出50%的伤害 现在小推一下 溢出20%影响不大 反正伤害是足够的 这个时候对面 蓝球刷新 是时候展现盲僧的魅力了 W摸眼 Q过去直接打 寡妇瞬间半血 惊慌失措 开启大招 我们跟上锁头一个Q 收掉 然后后面的话 杰斯过来了 他先手吹卡牌 我们直接WE 减速Q一下 收掉 这个后面的诺手 我看到血怒了 还差一层 我就给他踢开了 踢开之后 我想补个Q 他闪了 我是真的很害怕 这个诺手 A出血怒之后 EQB中回血 给我们全杀了 然后这边的话 对面中野 蹲我家卡牌 被我给蹲了 先秒杰斯 闪现一技能 减速寡妇A一下 补一个Q技能收掉 可惜他开大了 把寡妇干走之后 我来推这个上路线 我有大 我想越的 但是辅助状态很不好 这里的话先手踢一下 就当打个先攻前 我刚要走 杰斯过来了 我们先WQ一下 可惜空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走过来看情况 那拜拜 但这个时候 胜利女神在微笑 她过来了 我的Q被风吹下来了 那这边的话 我们吃个果子 Q一下风女收掉 赶紧拍一下地板 W回来 然后假装走了 从头里绕 WQ过来直接踢死 然后预判一手 这个女警 Q技能 预判她交易 你的E技能呢 算了 来下路看看这个诺手 感受一下盲僧 百分比伤害的大招 RQ秒了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以前遇到盲僧 我还能选个螳螂 现在遇到盲僧 还螳螂呢 我玩招星 我都心里发慌 尤其是先攻盲僧 哪怕是逆风 一脚都踢你半血 然后上波的话 我记了 刚复活 队友小农团没打过 我们踢过来 一脚踢三个 看这个伤害 爽不爽 然后这个屌毛杰斯 他真的 这个人 这么保险的吗 他本来是可以有机会 往上面跑的 但是他为了断了 我这个武山的念想 直接送塔了 然后对面这个幽默 诺手又被我们抓到了 我们直接WQ 一脚秒杀 闪过来 一脚压个成戒 请问一下寡妇人呢 他死空穿梭了吗 当时我都惊呆了 知道吗 我打到时候我都懵了 我以为最起码 还得跟个Q呢 主要是寡妇并不是逆风 就军事 对面冒出来 给你秒了 正常来说 按照英雄联盟的逻辑 你想秒人 你就得玩得好 玩得好代表什么呢 打出优势 所以你才可以秒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堂堂怕盲僧的原因 你前期抓得再好 2-0开局 对面这个盲僧0-0 遇到他 WQRQ秒了 根本没法反制 然后拿完大龙 我去上路代线 我Q了下这个红buff 结果这个女警 你还不走呢 就算女警的生命值不高 还是一脚半血 所以我觉得盲僧这个版本 有点不合理 你要是让断游的盲僧玩家 来看一眼 对吧 就这个数值 W不用默眼 带个先攻 甚至不用大招 5级的时候 WAQA秒了 然后上一波死了之后 刚复活 小龙已经被拿了 那这边的话先打人 我直接W接个Q 我说我当时手冷了 你信吗 反正都杀了 对吧 怎么杀的不重要 再Q这个风雨 这边的话 女警还敢A我呢 W摸眼 我Q你 我们直接插上右盘 开启透视 一个Q技能 对吧 你往哪里跑 W跟上回血 一个E技能拍死 就这个赛季 双排上分 一个盲僧 一个新德拉 这两个人打中野 前期无敌 对面中单根本玩不了游戏 对面中单根本玩的 对面中单根本玩的